听觉行走 文化崗命 听世界 虽然打消了风扇泰山的念头 但他的野心却没能打消 齐桓公开始向管仲讨教当年周武王征伐商咒的故事 管仲自然知道他要干什么 管仲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他必须阻止齐桓公 他在等时机 终于齐桓公在做了一晚上齐王梦之后 第二天忍不住要向管仲摊牌了 众父啊 在你们的辅佐之下 齐国成就了霸业 我现在觉得当联合国的盟主不够劲了 我想成王了 你看怎么样 齐桓公这么问 这个你要问豹淑牙 管仲把问题推给豹淑牙了 于是齐桓公派人去请来了豹淑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豹淑牙还是齐桓公 也就是小白 现在叫老白的师父啊 师父 我想成王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 你该问兵虚无 豹淑牙看了看管仲 又把问题推给了兵虚无 齐桓公一瞧 好吗 你两位挺能摆谱的嘛 磨叽我呢 没办法 把兵虚无给请来了 宾大夫 我想成王了 众父和师父 都说该听你的意见 那你就给我说说 别再推给习鹏了啊 齐桓公先把话说了 省得兵虚无再推 您别说兵虚无原本还真想推的 但是现在齐桓公都发话了 自己也没有以老卖老的资格 没办法 只好接下了这一个烫手的善芋 让生命的空间银声 听世界 主公 想听实话 还是想听假话 兵虚无问 照实说 众父和师父都在这里 为什么要说假话 齐桓公就觉得今天的事 有点古怪 这三个人都有点莫名其妙的 兵虚无看看管仲 再看看报书牙 这才开口 主公啊 古代能够称王的 都是君主的德能 比陈下的高 恕我直言 我们现在是陈下的德能 比主公高啊 话音未落 齐桓公 腾的站了起来 倒退几步 眼光在眼前三个人身上 扫来扫去 管仲三个人 见到齐桓公站起来了 谁还敢坐 都站了起来 唉 齐桓公长叹一声 想当年 周太公德能高 周王纪德能高 周文王德能高 周武王德能高 周公弹德能高 凭他们 大周也不过 仅仅控制在四海之内 如今我的儿子们都不如我 而我不如你们三位 看来 上天是注定我 不能成就王爷了 从此以后 齐桓公再也没想过要称王了 也就是在春秋 当陈下的敢于说 国君不如陈下 到了后世 谁敢这么说啊 谁说这句话 谁掉脑袋 只能有一条 国君永远是英明正确的 所以春秋出了这么多英雄人物 跟君臣之间这种平等的态度很有关系 野心往往是人前进的动力 风扇没戏了 称王没指望了 齐桓公革命工作的尽头一下就下来了 联合国大会也没兴趣开了 维和部队也没兴趣组建了 总之热情没了 当然这和岁数大了也有关系 从那以后 齐桓公再也没有召开过联合国大会 他开始更加注重享受 改新楼 进口新车 让一崖埋最好的山珍海味 做最好的菜 偶尔还和公子开芳出去溜达溜达 转悠转悠访问一下民间的春色 不过人老了 战斗力明显不行了 这倒是真的 于是齐桓公的奢侈 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了 您别说是他了 连管仲也开始享受生活了 老管啊 不能这样啊 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去哪了 你该劝劝主公才对啊 怎么你也跟着学呢 宝叔牙来了 来劝管仲的 这辈子这是第一次 对管仲的做法不满意 哎 老包 你说你不让主公享受啊 主公觉得辛苦一场也就这样 他会懈怠的 至于我嘛 我是看到大家都在批评主公 我是想替主公分忧 替他分担一部分的批评 哎 难啊 做人难 管仲这么回答 报书牙 听的是似动非动 好了 齐桓公没野心了 不过 有野心的人还是一大把的 哪些人有野心呢 下次和您再说 晚安 柴野还催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分我 太轻松 也不是无影中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 把你弄 爱的爱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就吃着的不同 也许我应该好好 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只是我一生总最兴奋的时分 爱的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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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 爱的山花 也不是无影中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 把你弄 爱的山花 把你拥有 把你拥有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总最兴奋的时分 听觉行走 文化感悟 感谢您收听本期听世界 节目策划统筹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丽艾芬 演播 谢涛 制作 阿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